校长今天换了一个新的背景 还是挺漂亮的 好的 首先要祝大家端午节快乐 另外要感谢一下我们J的老师 能够利用端午节的这种节假日 都给大伙做一场非常精彩的讲座 今天的讲座其实是针对两类人 一类就是想雅思拿高分的小伙伴们 有多少小伙伴们想雅思考高分呢 今天晚上看看 有没有哪一些小伙伴说 我想雅思拿高分 有没有大家要举手 这个没有人想雅思拿高分吗 好的 然后另外我们也针对 想把英语学好的小伙伴们 其实雅思考试本身是一个英语能力的考试 我们在学习雅思的过程当中 不能太功利 我们应该是真正的把英语能力提高以后 达到我们的听说读写 可以到一个更好的成绩 所以这是J的老师 作为一个17年 拥有10万名学生的 一个资深的雅思老师的最重要的想跟大伙来分享的 所以今天晚上一定是非常精彩的一堂课 好的 那我们呢 这个还是老规矩 今天晚上呢 是维多利亚教育集团呢 我们给大伙主办的这样一个特别的供学营的活动 那我们1999年到2020年啊 历经了21年的打造 维多利亚呢 这个在过去21年 我们实现了最初建校的梦想 成为北美就业率最高的职业培训学院 另外呢 我们也有十处分校 所以今天晚上呢 应该不止只有多伦多的 我相信温哥华猛腾列人啊 来自不同城市的小伙伴们 都应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 另外呢 这个随着华人在这边世界越来越久 校长希望帮助到大家呢 不单纯的说只是找一份好的工作 也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呢 能够呢 这个在无论是提升 自我提升 还是说呢 投资还是创业方面 都能够做得更好 好的 那个Gavin您能够听到我讲话吗 Gavin 我们的coordinated Gavin 哦他断线了 刚刚上线啊 另外一点呢 你把那个host再给我一下 我刚才这边有bug 啊OK 那现在我是host了是吧 给大家这个 OK 我想一下啊 我当时是怎么样能那个把你设成host来着 嗯 我要找到 啊好的 对对对对 啊 没那是head 对 让我们看 现在可以了是吧 好的 对对 不好意思啊 我们这个宫学营搞了80期 第一次终于出现一个小bug 我一直觉得 80几期怎么可能 从来不出现问题呢 OK 那我们呢 这个 宫薛盈呢 就是在3月23号 疫情来临之后呢 我们微多尼亚教育集团 带领我们全体的老师 和各路大咖 进入到直播间 为大家每天晚上 准备一场公益的讲座 然后给大伙带来呢 存公益的 各行各业找工作 或者是投资 或者是创业的讲座 那我们呢 这个今天晚上呢 是联石家的这么一场 有很多小伙伴 想听一下这个老师讲 如何通过聊天 聊出雅思高分 明天晚上呢 是我们高超老师啊 和这个小月牙医 讲了一个呢 如何呢 叫做 现在国内好像是 特别流行的一个节目 叫这个迎风破浪 是吧 这个迎风破浪的姐姐们 她用这个题目讲呢 小月啊 作为90后的一个牙医 她自己呢 是怎样 能够呢 在这个地方一路一路的 这个克服各种困难 走下来 非常值得一听啊 那我们星期六呢 全天啊 星期六呢 我们没有供学营的活动 但是呢 我们是有呢 这个十二门 各种各样的讲座 Zoom号都在这里 如果大家呢 想听哪一场 就可以记下哪一个Zoom号 哎呀 这个线上直播 实在是太过瘾了 然后呢 无论是想听房地产投资 还是职场英语 还是美股投资 还是美股投资 还是谷歌广告精华 如何霸评 还是电工证书 还是内容网络营销 还是CNC证书 借银行必备的一张证书啊 他们的Zoom号都在这里 大家呢 我们在星期六的上午 11点 会准时把这个Zoom号 发到这个我们的群里来 大家可以这个按照号 然后进到不同的直播间去 很过瘾的一件事情啊 有的学生跟我讲 都是校长 你进哪个直播间 我跟着进到哪个直播间 去听您讲话 我特别特别感动啊 校长你看 讲了21年的话 终于啊 这个有一大批粉丝们啊 然后另外呢 有软件测试 这是IT工作 另外呢 初级商业拓展师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pre-sale 不需要有任何应技能 只需要英语号 你看英语号 赚了多大的一个这种 这个机缘啊 然后你可以到这些大的 Adobe啊 这个老师就是Adobe啊 ABM啊 去做pre-sale 然后这是一个 非常适合 刚毕业大学生的一个职位 另外互联网 营销加金牌销售技巧 另外Data Money 和Data Analyst 数据分析师啊 Farm证书 免息10万以上 然后呢 美国CPA证书 美国这个会计啊 会计 这个注册会计师的证书 周日呢 我们加了一个滕校直通车 Zoom ID啊 这个是我们贡学营 的一个特别节目 好的 所以这是我们最近的安排 我按捺不住的 想分享一下下个周的 周一周二 周四周五的讲座 下周呢 是一个叫做白领职场营 白领职场呢 教长今天叫白领啊 就是在办公室坐着 然后呢 这个不需要 这个任何硬技能 但是呢 可以呢 拿一份相当可观的工作 我把它叫做一个年轻职场营 我觉得可能比较多的 适合一些年轻人啊 下周一呢 是我们的安娜王老师 他是银行面试官 他来讲呢 哪些银行的职位 特别适合年轻人参加 然后这是我们下周一的安排啊 他是CIBC23年的 C年Auditing Manager 非常非常值得一听 我听过讲银行 整体工作架构 职位架构讲的最好的一个人 就是安娜王老师 下周一啊 下周二的晚上呢 畅畅学姐 学姐嘛 他实际上已经工作好久了啊 Quins大学高材生 他就是讲什么呢 就是pre seal 就是进入世界500强 不需要任何硬技能 只需要英语足够好 然后呢 就是pre 他叫初级商业拓展师 英语好真的是 很合算的一件事情啊 然后这是下周二 下周三是7月1号啊 最近节日比较多 我们就没有活动 下周四这个叫圆圆女神戴妮飞 他是讲商业分析师 就是business analyst 什么叫BA啊 我告诉大家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你一定看过我的前半生这个电影啊 我的前半生那些 一着光鲜口齿凌俐啊 每天跟O级别人打交的那批人 他们的job title叫consultant 就是叫咨询师 他们的前神 就是比他们更低一个级别的人 就是商业分析师 我或者说呢 商业分析师的下一步 就是干到他们那个位置 他们明白了啊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值得 这个了解一下的一个工作机会啊 再另外呢 就是周五的晚上 压轴的是我们的Amanda老师 她是在一家上市公司 做到了财务分析师的director 这个部门的啊 她是controller的位置 所以她会讲呢 什么是财务分析师 所有的学金融财快背景的小伙伴们 可以听一下 好吧 所以我们下周呢 给大家安排了非常精彩的 一个供学营的活动 亲爱的小伙伴们啊 如果还没有加入维多利亚的供学营 可以扫呢 我们的Lana小助手 然后扫她 回复维多利亚 要求您进到供学营 我们已经到了第七个群啊 一群二群三群四群五群六群了 那现在是第七个群 好的 那我要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晚上这个老师 非常负责任的一位好老师啊 这个七点钟就已经在这里等候啊 这个永远有这样一些美女老师 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 但一定要靠实力吃饭 那我们这一阵老师呢 首先是17年英语教学经验 17年呢 大家想一想 而且呢 他是前新东方南京分校的 雅思项目的总负责人 那这一阵老师呢 在新东方呢 这个教了这么多年书 包括来加大以后呢 他也教了很多年雅思 然后呢 他教了多少学生呢 不具不完全统计 接近十万学员 你以为这个数字很夸张吗 一点都不夸张 一个班二三百人大班 然后呢 流水一样的往下进行 所以呢 这个老师是 这个雅思考试融化到他的血液里 所以这个老师呢 最擅长的一件事情就是 怎样把一个 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突破成绩 平静的小伙伴们 让大家快速的提高一分 到达八三个七 所以啊 这就是这个老师 所以每个人都有他自己身怀绝技的地方 那这个老师身怀绝技的地方呢 就是第一点 可以给大家快速提高分数 第二点呢 他会告诉大家雅思考试的真谛 然后呢 这么有科学意义的一个雅思考试 大部分人都把它只当做了一个考试 而没有把它当做一个英语能力提高的 最有效的一种手段 所以呢 我相信今天晚上呢 想考高分的小伙伴们一定很开心 另外呢 这个压根没想考雅思考试的小伙伴们 听完这场考试 没准想我要去考一个雅思考试 证明一下我的英语能力 而且呢 通过这个机会 逼着我自己把英语提高一下 我相信这点老师是有这个能力的啊 好的 让我们关闭手机 打开胸怀 亲爱的小伙伴们 进入到英语考试的 这样一个 这个非常有意义的 这样一个旅程当中 让这点老师带领我们前进 好 那我们 小伙伴们 这个感谢这点老师 人家在五节都不过 还过来给我们讲这种公益的讲座 我们举一下手 欢迎一下老师好吗 我们热烈的举手啊 考试赚钱找工作 都要有激情 要举手 表达一下说 老师我在这里 我正在认真的听讲 大家举一下手啊 好的 那这个老师我们开始了 好 谢谢啊 谢谢 好的 谢谢校长 校长永远都是激情澎大 我觉得校长是被耽误了的主播 你知道吗 我觉得你的这种感觉比很多 那种所谓的主播大咖都要很好很多 所以都会让人就是很能够进入到一个状态当中 谢谢校长的介绍 OK 那今天的话呢 也很高兴能够在这样子一个特殊的节日 对吧 然后呢 也是凉风启启的一个夏日的夜晚 能够在维多利亚共学云这样一个平台 跟各位呢 就一起来分享一下 那我首先共享一下就是把我的这个屏幕来共享一下 好 刚刚校长的话呢 有提到了就是对我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呢 也讲到了就是今天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是和这个雅思有关 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 这个我并不一定直接需要考雅思 我有没有必要就是说去了解呢 事实上呢 雅思只是我们英语学习当中的一个非常具体的一面 所以我今天的一个副标题是说 漫谈移民生活中的英语学习 我觉得可能我们在座来参加这个讲座的人 不一定会有具体的一个雅思的一个迫在媒介的考试的需求 但是可能我们生活在这样我们作为一个移民生活在这样一个英语书英语的一个国家的环境 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个英语学习的需求 所以我今天其实作为一个共选的这个角度来说 我一方面就是想把大家来发现这个英语学习和雅思的联系 当然了如果你恰好也确实需要考雅思 你有错过了我前面两场的公开课的话呢 那我今天的这个讲座当中的后一半呢 也会分享到一些就是说从一个很功利很现实的角度来学习这个雅思 突破这个雅思的一些东西 那最主要的呢 我还是可能要去公开课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公 就是针对雅思这个讲座 那我们就来开始 大家会觉得我这个题目有点文艺 针对校长的那个这样子的一个介绍 叫做有故事的人 为什么会取这样子的一个标题 其实呢也就是和我自己的一个背景会有点关联 刚刚校长已经说到了 我身上的这个背景呢 有一个很明显的标签 就是新东方 那在若干年前 这个时候就暴露年龄了 不过没有关系了 现在就是姐姐这个标签也很火 所以我也不介意暴露我的年龄 在若干年前的时候呢 我在新东方写过一篇文章 标题刚好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当时呢 现在我查了一下 就还在官网上面挂着 只不过照片有点打不开了 然后呢当时这篇文章呢也入选了当年学校的这个年刊的这个杂志 那我就选这个题目呢 其实我也是觉得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一个移民在这里的一个异国他乡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故事 我们重新成长成长的故事 我们再次创业的故事 我们适应新环境的故事 更重要的就是不管我们曾经的背景是什么 我们的英语的即便有怎么样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或多或少自己学习英语的一个故事 对吧 所以呢 我今天呢也是在这样一个节日的氛围大家也不要搞得太紧张 主要就是跟大家来一个分享 分享一些我的就是作为移民之后的一些小小一些很就是一些轨迹当中的关于英语教学的故事 也希望呢我的这些分享能对你在学习英语你的故事当中能够起到一些积极的这个作用 OK 好 事实上呢我的这个个人的经历啊 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是非常的简单 那么在移民之前的话我的标签就只有三个英语出国和新东方 那说到英语的话呢 结缘是来自是因为我的中学阶段 其实可能大家会以为我是南京人 因为校长刚才有提到说我是在新东方教育局南京分校 从学校一开始成立我就加入了 事实上我是地道的湖南长沙人 那我中学的时候呢是在雅里中学读的 那说到这个雅里中学呢 它是全国百强的中学 它虽然不是外语院校 但是它是以这个英语教学建厂的一个学校 因为我们的前身呢是耶鲁大学在长沙的一个教会学校 所以在那个年代就是出国的氛围没有像现在这么浓烈的时候 其实我们那个学校就已经有专门的外教 而且我们的外教就是来自于耶鲁的毕业生 而且在那个年代基本上来说 每一年我们都会有一个学生全讲去到 去到这个耶鲁读书 所以呢我在这样一个氛围下 我也开始了自己的一个梦要出国读书 这是编辞了一个英语的梦 一个出国的梦 那我高二的时候呢就考了托福 不过呢最终的话呢我还是没有就是出去 因为当时这个出国留学真的就是特别阳春白雪的事情 如果你没有就是说没有申请到奖学金的话哈 总而言之呢我就最后呢就是出国的梦想就暂时搁浅 但是我是觉得一旦你有了一个这样子的梦想 你已经打造出来了只要你坚持 不管这个道路可能会有些曲折 你总会给自己一个说法哈 所以呢这个说法我就逐渐的等到了 那我后来去南京上学 大二的时候呢去北京新东方学习GIE 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是想选择出国 就是我本课读不了可以读研究生嘛 对吧 然后呢在GIE的时候呢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次接触新东方 真的是就是被虐得体无完肤啊 曾经我我是很有就是自我感觉挺好的 我觉得自己足够优秀 可是去了那边之后发现周围那种北大清华的人 就是比你优秀多了对吧 我觉得自己足够努力 然后你会发现清华北大人比你更努力 anyway啊被虐了之后呢 当然了我也就是开始就是特别崇拜新东方 特别认可新东方这个这个这个学校这个这个文化 很幸运的就是大三的时候呢 新东方就在南京成立了学校 然后呢我就义无反顾的他就去应聘了 但是呢就是再一次被虐得体无完肤啊 也就是说呃一开始的时候校长会觉得说 哎就是我们会有一个不仅会有面试还会有试讲 然后校长就会觉得说 哎你怎么感觉像一个综艺主持人的这种风格 对吧谁叫我来自于湖南长沙呢 对不对大家都知道这个长沙是文艺之都嘛 但是anyway校长还是给了我一个机会 让我在一个月之后去试讲 所以呢那一个暑假我到现在我都记得 我就没有回家我整个暑假都待在学校 当时暑假上呢也是断电啊 还好没有断水 所以整个夏天我都很热 但是呢我每天都坚持就是自己去备课 然后去那个空的教室模拟这讲课 终于经过了第二轮试讲 第三轮试讲我就留在了新东方 好那新东方的成了轨迹呢 其实分为这么四步哈 首先呢我就去了中学部哈 所以说有的时候梦想这个道路哈 真的会有一些小曲折 我的梦想心仪的部分肯定就是和托菲亚斯 这种高大上的考试相关的 可能是因为当年长得还是比较嫩 对吧这里分享一下当年的照片哈 这个C位但是很轻松的感觉哈 所以呢我就被中学部和又少儿部抢 这样最后我坚持说我不能再去少儿部 我要我就去了中学部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中学部的经历 对我后期雅思的教学 托菲的教学其实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通过讲中考英语高考英语 我接触到了中学啊 就是初中生和高中生 那我也去研究了一下这个中学英语 这个阶段的整个的教学大纲哈 了解了就是实际上去直接了解了 接触了这些学生 所以我特别清楚这些中学生朋友 他们在这个整个备考过程当中的一个痛点哈 而且知道咱们这个中国的底下的英语教学的一个客观的情况哈 所以就会对我后期就是讲A类雅思的时候能够很快抓到这个学生的问题 然后帮他去突破是很有帮助的啊 当然还当时还负责了中学口语下令营 然后呢也做一些项目寻讲 整个江苏省都有讲过哈 基本上那个时候新东方真的是就是读大嘛 就基本上新东方一来的讲座都是上千人在体育场讲 好所以当时是中学部 那呃大四的时候终于毕业了 那学校就是高薪把我留下来 然后我也没有再去找别的工作 那那个时候呢终于升级了 就可以去综合能力部了 但是还是离我的这个阿托弗雅思有点距离 那当时就主要讲新概念二新概念三还有英语九百句 那主要针对的受众呢就是在职人员 那我还是很感谢这一段经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位我后期在讲G类雅思啊 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跟成人学生打交道的时候呢 就是也起到了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 因为成年人在职的人去上学其实又是一个特点 对吧 我们有工作 我们会有很多会去distract我们的地方 我们很久没有学习了 那怎么样去针对成年人的这个学习的节奏 有效的去鞭策他们帮助他们 所以这一段的经历 其实对我后期的这么多年的雅思教学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么终于到了到了06年的时候 我就正正式式的完完全全的就进入到了出国考试部 那首先就是讲的雅思讲的托福 然后包括07年年底的时候南京新东方去作为首批来开CT的 后来呢我们在08年的时候成立VIP部门 那我也有幸的成为了VIP部门的就是创立人之一 然后负责了一些这个VIP的这个项目策划和一些教师的培训 所以这是我在新东方的一个成长的轨迹 所以我觉得从教学的丰富度来说 虽然后期我主要只讲出国类的考试 但是我前期接触到的这些基础类的一些东西对我来说是挺有帮助的 在新东方的话呢也有一些学术的小成就 就是我一直负责了新东方中学英语这个典影重重的专栏 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杂志我大概写了两年 当然了我的这些东西和新东方真正的大咖比起来就真的不算什么 所以我觉得在新东方的成长的这个经历不仅就是让我 就是说build了我很strong的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适应能力的ability对吧 因为真的是新东方一句名言啊 就是说是把男人当身处使把女人当男人使对吧 其实当然也就是很多业务能力也得到提升 因为国内真的是人口众多 所以说你们接触到很多很多学生做案例经验的积累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更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我很幸运 我是经历了全新璀璨的学期的新东方 真的虽然我跟这些大咖们距离还是有点远 也不是那么那么的熟 但是至少我们在一个体系当中 还会有在一些教研活动当中能够一起 能够就是比较近 相对于你们来说能够近距的接触到他们 我觉得这是我一人生一笔很重要的财富对吧 比如说新东方当年的三架马车这个就不用提了哈 每次于老师来南京来来视察工作来调研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啊就是在教研的时候 我们的讲课他会点评都觉得特别的荣幸对吧 然后后来就是曾经的总裁陈向东老师 现在就是创立了跟水血是特别牛的一个线上教育 对吧最近好像也是有点风口浪尖了 就是被浑水做空 其实新东方当年也是被浑水做空过 但是我相信他们应该都能够战胜到浑水 anyway到现在我都还记得这个陈向东老师哈 就是很有特色的讲座哈 就是永远都是这个姿势 然后呢永远都是排笔剧 然后呢永远都是带着河南京的这个普通话 特别有个性标签 当然还有就是19年在纳萨克上市的补兴教育的 沙云龙校长也是广州的校长 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 就是那个时候这些大咖都还在新东方 当然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的 比如说比特币的国内比较知名的早期人物 比如说李少来老师 还有现在也既然是网红的这个什么 罗永浩老师对吧锤子科技的 那这两位老师呢当年也是在新东方 只不过呢就是说跟他们的交集就更少一点 所以在这里我就不多说了哈 这就是扯到了我之前的一部分的经历 OK啊啊 也就是想跟大家来说 从一个养私教学的角度来说 从一个这个英语学士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我的个就是个案的积累的经验是非常的丰富的哈 好移民了之后呢 那我的标签呢也就有了一些变化 对吧我做了母亲 OK我也就是变成了斜杠青年 然后最后呢也走上了一个创业女性的一个道路哈 那当然了就是说每个人的这个移民啊 开始的阶段哈都会有一个适应 其实对我来说刚好是做妈妈的角色和新移民的角色是共同结合在一起 我曾经也走过第一步哈 OK因为当时我就会觉得我引以为傲的英文来到了加大之后 它并不是我的标签了 它并不是我的英式了 虽然对于很多新移民来说 我的英文已经不是个challenge 但是和我曾经在国内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所以我也经历过产后的肥胖抑郁狂躁自卑哈 但是就觉得哎走过来之后又觉得哎 今天我回想起来是觉得是风轻淋淡的 但是我觉得哎啊当时当时的话那段历念的话 也是因为有了很多在新东方日式的朋友 也是因为在新东方锻炼出来了一些这个学习的能力和学习的欲望 最后就让我迅速能够走出来 我不知道在座的现在你们会处于一个什么样子的 这个在移民生活当中处一个什么样子的阶段 除了这个有可能会面临这个英语学习的挑战之外 有没有什么别的可以挑战就是艰难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 一定一定要坚持下去 黎明总是会到来的 对吧 所以我经过两年的一个一个这样子的磨合了之后呢 我就走了出来 那我有就是因为很喜欢学习嘛 说实话这个英文的就是 虽然是要用英文考试对我来说并不是难题 所以我要考地产牌 我去读移民顾问的课程 我要考理财保险 OK 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 我有重新实习了这个英语的培训 我觉得这一点是让我觉得我很幸运的地方 因为其实有很多移民来了之后 他们可能是迫于现实的这个情况 就完全改行了 放弃了曾经很多年的积累 还有自己的一些成就对吧 那我就发现我还是挺幸运的 那因为在这里的话 新移民他们可能需要这个英文的培训 最重要的就是大量的留学生 还有留学生之后他要移民 他需要这个雅思的考试 所以呢我又重新找到了 我生命很重要意义的一个部分 那就是这个讲课 说实话在移民 在真正能够登陆到加拿大之前 我完全是已经厌恶了讲课的 因为当时刚刚校导说是拒步完全统计 我可能有交了十万的学生 可能并不就是说这个数字啊 就说虽然没有百分之百去verify 但并不夸张 因为我记得在我曾经出国之前的职业生涯当中 基本上就是像暑假这一段 可能就是五十天中间是不休息的 而且其中我的创纪录的是 二十一天每天十个小时 十个小时连着讲课 就是也不是连着讲课吧 就是中间可能会休息那么一个小时 然后一天讲十个小时的课 但是一直连着讲二十一天 所以我认为我自己已经沦落为了一个上课的机器 每天都是你在输出没有输入的地方 但是呢 我来了加拿大 就是真的就是重新面临了一个新的现实之后 我又突然开始怀念即适的讲课的这种感觉 我这时候才意识到真的讲课是我生命意的一部分 就是很lucky 就像我刚刚说到的 这里依然有这个市场 而有更lucky的就是 当我恢复讲课的时候我碰到的第一个学生 他也是个优等生 他也是他是来自于南京外国语学院的 他英文基础很好 雅思呢 是完全没有接触过 所以通过我的十次的这种一对一的这个培训呢 他雅思考到了八分 零基础的雅思 然后他考到了八分 然后最后呢 他就他就就是成功的被那个著名的思想 他给我给录取了 所以呢 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更坚定了我应该把我的曾经的这么多年的积累继续下去 那我就开始了有了第一个案例了之后他就像打开了一扇门你知道吗 逐渐的就会有个体的这些就是口碑介绍的人来找上门 是慢慢的呢 也会有机构有私校来找上门 所以呢 我的这个我就逐渐的就形成了一个 我的独立的开班和就是不同的这个思想和合作方这个合作办学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那这里就是有很多成功案例 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一方面我们会有高分的 GA类的 同时呢有那种高校的 就是很快就突破分的 有G类的 有A类的 对吧 那高分的话呢 最近的一个就是去年年底和去年年初的时候 是一对亲兄妹 他们都是啊 就是阅读和听力分别都考了满分九分 总分都是在八分八点五 那高校的话呢 主要是G类的学者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相对来说很多G类的同学 他们是为了移民的需求 本身在加拿大就已经接受过至少四年的大学的教育 所以基础是没问题的 可是有的时候就是不明白 尤其是在口语和写作方面 不明白自己的力气干往哪个方向使 没有一个具体的指导 对吧 你说你的阅读和你的听力 你还有标准答案 所以通常来说面对这种学生的话呢 以我的这个教学经验 我能看到他的问题 我要告诉他考官希望看到的是什么 这两个认读二脉 如果能够打通的话 那他们很快就能提分 所以这里有三节课 有G类的这个口语 5.5提高到7分的 对吧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好 所以呢 我觉得 这就是我的这个过往 那这里的话呢 也算是就是跟大家分享了一点点我的故事 这个故事当中 以这个英语学去做一个主的标签 那我曾经呢 第一我的时期走过去了之后呢 现在的话呢 就是这是我主要的三个方面 那我也有就是 依然是就是创立了一个公司的话呢 主要就是致力于打造这个高品质的英语培训 同时呢 也会给他们有这个需求的学生提供一些移民 关于置业方面的一些咨询 回过来 扯到我们今天的更主要的一个主题 就回到我刚刚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觉得 我今天并没有考雅思的需求 我已经有移民身份了 我也不需要再去上大学了 那我为什么还要去接触这个雅思 尤其是一天到雅思 你曾经考过雅思的 你为了这个意义刷分的 你可能会有一个很痛苦的联想 对吧 所以今天呢 作为一个有了这么多年的雅思教学的老师呢 我要为雅思证明 OK 就是给他证明了 就是雅思呢 我认为是被误解 被耽误了的神器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这个雅思的 就是非常具体的考试的需求 但是你希望能够在生活当中 为了你更好的在这里的移民的这个过程的一个适应 你希望你提升你的英语能力 雅思也是绝对会起到作用的 好那我就从三个方面大家对雅思的误区我们一一来看 首先呢有的人会认为雅思无用 对吧就像我刚刚说的雅思是用来上大学的 雅思是用来移民的 OK这是一个误区哈就觉得雅思是无用的 跟我没有关系的 好还有的人会认为雅思只是硬试的考的好不代表我的英语能力好 其实是会有这个现象 关键是在于你可能并没有搞清楚雅思他真正的作用哈 好所以他会认为雅思没有实用意义 OK他是他认为我需要提升的是别的东西啊来帮我提升实际的英语能力 还有一类人呢就是他真的可能正处于这个一一啊被等待被被筛选的这个阶段哈 疫情之下可能还好一点就是分数降到431 但是坦率的来说如果你是一个普通的大专生你431对你来说这个分数还是很高期 那他可能就要考8777他会觉得哇这个考试实在是太难了 即便是我曾经在这里上过学对吧 尤其是拿这个高分特别难 所以我认为这三个他都是误区 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为什么我认为 有的人认为雅思只是用来上大学的 OK就是那个移民的 这个认知是稍微有一些偏颇的呢 就是事实上还是有一些人群你可能也是能够用得到雅思的 比如说你是作为一个副申请人获得了移民身份 然后你发现你非常喜欢加拿大 你想达到了这个入籍的这个时间之后你就赶紧入籍 而你的年龄又是在54岁以下的话 那不好意思你依然要去提交一个英文的这个语言能力的证明 对吧那你当时移民的时候你并没有考过这种语言类的测试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需要提交一个新的材料了 那么当然有很多种选择 那雅思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就是鸡肋的雅思就其中之一 对不对 所以其实雅思还是有这个需求的 尤其是你刚刚你是属于我刚刚所说的那种身份的人 好第二种就是我们的新移民可能来了之后觉得 我刚刚获得一个PR我读书会很便宜 我要去适应一个新的生活我要不要再去重新换一个专业 或者我寻找一下 还有一些可能是工作了两三年之后觉得想再提升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雅思对你来说依然有用 OK因为很多学校的话它还是会需要一个语言能力的测试 它可能会有一个flashment的一个测试 但如果你有一个雅思成绩的话 它是可以免去你这个语言测试的 好即便它是不免你这个语言测试 如果你被考过雅思 你会发现它这个语言测试真的是对雅思来说是low ball 因为我在这因为我今天也提到过 我也去读过移民的课程 我去读过很多一些其他的课程 那因为不他虽然我是雅思老师 但是他不会说因为你是雅思老师 我就不让你不需要你的这个入学语言测试的 只有我提交了这个成绩给他 他就不让他就不需要了 当然有些是要依然要 然后我去参加过一些这样子的入学语言 所以就会觉得简单很多 基本上来说就是雅思的这个写作那个部分就OK了 所以这是第一点 雅思其实比你想象当中要有用 使用的范围要更广 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点 这点是我今天想重点讲的 因为我真的是觉得雅思被耽误了 很多人就像刚刚说的 我真的很想提高这个英文的能力 很多人都会问我 我们在这里会接触到一些陪读的妈妈 我们会接触到一些就像刚刚提到的 可能是作为副申请人过来的这个移民 我也会接触到一些可能是投资类的移民 本身这个雅思的要求就也不是 就是不是特别高 对吧 他们就会觉得 我到底应该怎么提升我的英语能力 我是不是应该去报 就是去多看电影 多看对剧 我多找老外聊天 OK 我觉得这些选 这些方法它都是OK的 但问题就是 你自己有多大的耐心 有多强的毅力 你是否会有一个指导思想 通过这样比较松散的方式 这种带着娱乐兴致 看上去轻松的方式 能够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英文能力的提升呢 对吧 我不质疑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我也不质疑你的一个决心 但是决心和现实情况有太大的区别了 尤其是我们当我们本身还要照顾家庭 还要工作的时候 因为我前面已经提到了 我接触了很多在职的学生 我明白每个人的客观情况 事实上会是怎么样 所以我不是说那些方式不好 而且还有的人会觉得我要就是把这个发音 我要去模仿它发音 我要发的就是像 像native speaker一样 那其实这个点 它是不是就一定对呢 也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恰好就应该把眼光放到被我们忽视 甚至被我们曾经一度 就是考完就赶紧扔掉 恨不得再也不相关联的雅思 产生关联了 OK为什么 因为别忘了 雅思事实上是语言专家精心设计的语言能力的测试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它就是权威机构来设计出来测试你语言的 你的英语能力的 所以坏一句话来说 你通过去备考这个测试 你是不是你的语言能力 本身就能够非常集中的 很具体的得到提升 只不过呢 我们曾经去看待它的时候 过于功力 包括我 其实你要我把雅思讲得很功力 我能讲得非常的功力 因为我们说 切中方就是那种硬试考试出名的 对吧 但是我们这个事情两面心来看 我想说当你需要功力的快速提分的时候 那么拜托你跟着我功力的去看待它 尽可能的就是事半功倍 对吧 但是然而当情况发生改变 你是需要提升英语能力的时候 对吧 你是需要去适应这个英语国家的 这个基本生活的时候 你还是要看到雅思 他作为他本身这个测试精髓 就是语言能力的地方 测试的地方 你不要功力的去看待它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它 你看我们的雅思听力的 section1 section2 对吧 我不看section4 section4 是不是就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 真的是关联的 我们的G类雅思阅读的section1到2 五篇文章 是不是都是一些广告啊 说明书啊 或者是某一个地方的一个使用说明 或者是规则了 我们的雅思的G类写作的小作文 不管你写的是投诉性 感谢性 建议性 问询性 对吧 甚至朋友之间的寒暄 是不是包含了所有我们社会当中的基础的商务类的写作和朋友的一个普通的交流 还有我们的雅思的 不论是part one part two part three的口语部分 是不是只要我们都有去精心去准备过 那我们和别人去交流时候的一些词 一些基础的词 我们就都会了 所以总而言之 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有调整个很新的 它是剑7里面的一篇文章 看标题中能看出来 它讲的是一个 OK是一个campsite的一个说明 那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说你通过看准备这个雅思之类的这个阅读 你看的都是这些东西 当你的阅读速度能够得到提升 当这些生活化的这些词 你大量的在你备考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去接触和熟悉 你在日常生活的真正的与人打交道的时候 你还会觉得陌生吗 当然现在是疫情的影响 马上要解封了 难道我们不会去book一些camp 就是那些camp的一些营地吗 我们不会去rent一个cottage吗 所以可能他们都会有些这样类似的一些说明 这不都是我们这场生活所需要的吗 对吧 所以反过来你看了这样一篇文章 你可能首先是通过做题目 对吧 我这里可能是截取了一个题目 原文和题目 也就是我们之类当中 大家非常熟悉的true force not a given 你看上去你是为了一个考试 你做题目 但是你做对了 就说明你看懂了 反过来你通过阅读这样一篇文章 你是不是也非常高效的积累了一些 你生活当中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词 我随便挑了 这是两个词组过来 我打到这里了 他这里文章当中有一个叫做 potable music equipment 我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线上讲中 所以我不是特能够这个互动就是相对就是受局限 我并不知道我们在座同学朋友你们的这个是处于英文的是哪一种阶段 但是我想可能你的英文也不错 但是有的时候在那一瞬间你想讲到一个很地道的词 你还真不一定能够有把握百分之百的准 对吧 比如说这个很便携携带的这些音乐的设施 对不对 OK 那其实就是可以用potable music equipment 而这个potable不仅是可以用到这儿 可以用到很多很多其他的地方 因为他本身就是表示便于鞋带的 对吧 还有这里你也会读到一个简单的词组 叫做keep the dog on the lead 对吧 那这也是个非常简单法 那翻译声中的其实是很简单的 大家的意思就是说你要管着你的狗 对吧 你不能让你的狗乱跑 你要管着他 OK 可是在某一瞬间 如果你真的没有接触过这些地道的表达 你可能也能说得出来 但是还是会让本地人觉得奇怪 或者甚至有的时候你就想不上一个词 你会觉得一些这么简单的表达 我怎么就找不到合适的词 所以其实他在我们的G类阅读的前面的 Sex 1和Sex 2当中 它是都会有出现的 你不要只是割裂的 就说我就做题 我做好题就OK了 但是你是带着 我通过做题 我通过阅读 我真正接触到了 是生活当中所需要的英文 你换一种思维去看 就效果就截然不同 OK 好 就是我们的G类阅读 我们再来看一下G类听力 那这个更有发言权了 那我这里也是截取了 这个图就是有点难看 那我截取的是我们的G6 那G类 Sex 1 这个听力 当然A类和G类都是一样的 Sex 1这个部分 真是跟我们的生活 太紧密相关了 我这里挑的就是一个 关于我们的 Opening a Bank Account的一个场景 对吧 还有图书馆的场景 有开户的场景 有保险Claim的场景 对吧 还有去买保险的场景 还有去参加某个俱乐部的场景 到旅行社的场景 取消机票的场景 对吧 有太多太多了 我们静下心来想 是不是 是不是都是跟我们的生活 相关联的场景 好 比如说在这里的话 它会出现Joint Account 对吧 当然我知道这些词很简单 我只是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Joint Account 大家在做的可能都会 对吧 那扯到这个银行 它可能也会扯到Bank Statement 对吧 会扯到Deposit 会扯到Withdraw 对不对 那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 经常会用到的 可是某一些新移民 可能刚来的时候 它可能在国内 会有很学术的词汇 比如说四级六级的这些词汇 那它还真不一定 会生活当中的词汇 对吧 好 比如说还有 就是说最后你要看到 你的余乐有多少 Balance 对不对 好 当然还有什么Crabbit的 对吧 之类的 我就没多说了 所以你看听力 我就挑了一个很简单 但是就是非常能够证明 它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 那你听人家说 那你听的过程当中 你会慢慢产生反应 那你在生活当中碰到这样的场景 那你在生活当中碰到这样的场景 你和本地的洋人去对话的时候 是不是也就会进了一步 你不会那么莫名的紧张 好 我们再来看写作 写作更是如此 我刚刚提到的会有什么感谢性啊 道歉性啊 投诉性 对吧 比如说你看这里有个例子 这是建十二 它就会说到 你们公司呢 最近收到了很多投诉 对吧 Several Compliance 好 你需要去给你的Manager写个建议 来怎么处理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在工作的人的状态 那你说 你在准备了写了这么多这样子的书信 你要去写个基础的商务的email 写个基础商务的一封信 你还会有问题吗 你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G类写作的小作文 它也是非常非常在我们生活当中 有实用性的 好 口语的话呢 我就没有再去就是抓这个例题了 那口语就是更简单了 我们大家有考古的都知道 我们的part one 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寒暄 对吧 问别人喜欢吃的东西 问别人喜不喜欢 问别人的喜好 比如说你喜欢旅游吗 你喜欢看什么书 你喜欢看什么样的电影 还会问到很多人的一个habit 就是你是喜欢早睡 还是喜欢晚睡 你是喜欢喝茶 还是喜欢喝咖啡 那这些题目 你通过这个口语的这个备考的不断的在演练 你可能在准备过程当中 老师就给了你或者是你自己查了一些非常地道的词 又实用的词 那你通过这个考试熟悉了这些 那你和别人在交流的时候 你是不是一开始还是可以借助这些东西 慢慢慢慢地循序渐进 是吗 好 反过来在我们正因为这个G类 尤其是G类的这个雅思 它是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的 所以反过来 如果你有这个Sense 你就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 也去刻意地做一些小小的积累 这样子你会觉得 雅思学习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 对吧 好 那比如说我最近有在看这个 我不是说不能看电视来学英文 我只是说你得要有一个更具体的载体 那这样子你就不会学得散 那比如说我有在看这个出来大道 挺有意思的可以推荐给大家 Fresh of the board 因为它刚好讲的是一个 虽然年代不一样 刚好讲的是一些就是华裔的移民的一个生活 那我看到了第六集 我也觉得刚好看了一集 就觉得这里面有太多的东西 就可以把它给积累下来 如果你知道雅思要考进什么 你就带着这个目的去积累 你正是因为积累了 那其实你在生活当中又能去用 它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对吧 比如说我好像今天看的是出来乍到六集的第三集 就是讲到他们那个gramma要retirement了 昨天就扯到了好几个 我随便挑了几个 我觉得蛮有问的词 你会发现他这里讲的这个spoiler alert spoiler alert 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知道 当然我觉得你们在这生活了很久可能也知道 但是可能有部分人也不知道 对吧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 什么叫做剧透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我是执意敏感 那我可能会想在什么样的雅思口语题当中 能够用到它 对吧 一般是口语题才能用到 那通常来说我们可能会去讲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 我喜欢他和我不喜欢他 我可能都会用到这个词 我可能别人喜欢看这个综艺节目我不喜欢他 为什么 因为它总是会有spoiler alert 它总是会剧透对吧 可能我喜欢看这个综艺节目也是因为这一点 它能够剧透对吧 好还有这里有个叫做be too proud to ask 对吧我们现在会啊就是我们的雅思口语题当中会讲到说 哎你要讲一个什么什么样子的人 好所以他在这里并没有说约定是你要讲一个就是特别圣人的人 对吧你反而去讲他一些个性的特点 讲的比较地道更吸引人 那我可能讲了一个人他很有趣 但是呢他但是他就是特别爱面子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能会说哦他是too proud to ask he is always too proud to ask 就是他总是挂不住面子不愿意去问问题 好还有一类人他可能会是什么 他可能是一个blabber box或者是lose lips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大嘴 对吧就是完全完全不reliable 他不能够keep secret 他总是会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let the cat out of the bag 就是说总是会泄密 那如果说你在雅思口语当中 有用到这样地道的 用很轻松的这种口语词汇 甚至是一些slang一些礼语的话 你当然是能够得到雅思高分的 但是反过来你为了得到这个高分 做了这些准备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使用的时候 是不是别人也依然会觉得 哇你用的非常的地道呢 对吧 所以如果你能形成这样子的一个良性循环 我会觉得第一 如果你有功利性的这个考试的这个压力在 你也会相对轻松一点 第二的话你也会觉得 哇我觉得要提升这个英语学学好抽象 但我通过雅思我去提升它 我就变得非常的具体了 好就是我说通过看电视娱乐运动 其实我们的学习元素 无处不猜的一个今天我随便选的一个例子哈 再来说比如说我们去吃东西 我们也有太多太多的素材可以去实行积累了 因为啊就是关于食物这块 也是我们雅思的经典的口语考题之一 对吧 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就很久没有去Cora了 Cora一般来说通常都是星期六星期天 我和我的儿子的这个这个branch time的一个 就是一个必选之地哈 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就看到他有一个小小的一个flyer 上面就简单的一个字就是hearty 我觉得这个词如果你要有心 你就一定能够把它给记下来 对吧 你不用这个词也ok 那你在形容一个晚餐的丰盛好吃的时候 你可能永远想到就是delicious or yummy 对吧 or tasty 但是其实你也可以用hearty来说一个很丰盛的东西 对不对 通常都是指食物 那你如果有这个思路在 你如果通过雅思建立了这个思路在 其实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你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功效就会快 就会高很多 所以这是在这里我想讲到的一个点 这是从我们的没有具体的这个雅思的任务的人 我们依然可以利用雅思这样一个具体的载体 让我能够更ok 就是说有效能的把这个雅思把我们的英语能力给提升的部分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部分 也就是你确实要考雅思了 我就觉得雅思很难 我真的觉得很难 那我不能说他不难 但是我想说他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难 这还是回到了雅思他的本质 他的本质是什么 他是语言能力的测试 也就是说他不会去考你的其他的理解能力 不会去考你的这个知识范围是不是够深够广 他只是考 你字面上听懂了没有 你字面上读懂了没有 所以说我们在座的如果真的是马上要去考雅思 一定要拿877的人 你一定要记住我这句话 雅思他的本质在这 这是因为这个本质就局限了他的难度 而且就因为他这个本质导致了这么多年以来 他出题的时候一定是有套路的 对吧 我们经常会说套路很深 雅思的套路是有的 而且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深 可能你是缺乏了一个这样方面的意识 或者是缺乏了这样一个时间去研究他 一旦你充分的理解认可了他这个本质 又掌握了他这个套路 你就一定能拿高分了 好 我们来举例子吧 可能如果没有具体好事的同学听到这一块 会觉得有点boring 但是时间也不会特别长 因为通常来说我只会在真正的意义上的讲课和公开课当中会讲的比较深一点 比如说你们的或多或少的有考过雅思 我们就是听一个阅读中国人的强项 对吧 我觉得基本上听一个阅读如果你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你不上八分你真的会 你真的是对不起你自己 好 有的会说哇有那么简单吗 如果对吧 就是个听力和阅读为言真的是这样子 可能你现在是七分 那你为什么 那你有可能就是因为题目做得还不够 或者没有发现自己的问题 那我们在做听力和阅读的时候 最需要的就是把握一个什么 关系的寻找 对吧 一个定位 那事实上我们的很多关系 我们的这个定位 它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那基本上来说 我会在我的课堂上面就会讲到五到六种关系 对吧 有什么正话反说呢 归纳总结呢 同意反复了 进一词了 对吧 OK 还有一点单面了 我这里只是随便举两个例子 毕竟我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上课 那我们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是来自于见十二的test b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通常会跟学生说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归纳总结 这一个代表 什么叫做归纳总结 就是通常来说 我不管你是在做 true first and the given 这一类阅读题 还是在做这个所谓的选择题 还是在做这个体验空题 对吧 你都是要找到一个呼应的 呼应的东西 那你要去看 他们两者间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 通常来说 这种近义词的关系呢 有一种的表现 就是归纳总结 很多人的痛点就认为 啊 那我要找到这个定位 我要找这个答案所在 他们两者的关系 就是单一的 那就是我如果看到了 一个beautiful的词 我要去找一个pretty 就OK了 那你真的是 too young too simple 他一定是会近义词的关系 但这种近义词的关系 是五花八门的 对吧 比如说这种归纳总结 那原文是这样子的说 we will however ask people go to remove scouts 好 那很多人在做题目的时候 就觉得 我找不到了 我觉得我好像没有找到 scouts的一个近义词 我不知道scouts的近义词 到底是什么 围巾围巾的近义词 到底是什么 他可能觉得我没背过 或者是我背了 这里没找到 那事实上就是你自己 把你自己对这个雅词的关系给局限了 那答案就是题目是在这儿 是有呼应一下的 他是说 a certain item of clothing OK sorry is 这里应该是clothing 就是衣服 对吧 所以这就是归纳总结 如果我们反反复 把这些不同的 这种所有的这种阅读的关系 我们都挑出来 就是分类讲好 你熟悉了解了 你觉得你的雅思的阅读 不会拿高分吗 你觉得你还需要背很多的精神 先是背特别多的单词 然后大量的阅读吗 有的时候真的 从工内的角度来说 你都不需要懂每个单词 对吧 这里的正话反书 也是个经典的例子 题目当中说的是 avoid avoid它虽然是没有否定的单词 但它本身是有一个否定含义的 就是避免 对不对 这道题当时也难道了很多人 但其实如果你对这个雅思的关系 是非常了解的 你甚至就很快能找到答案 因为当你对这个关系足够了解的话 你会发现答案 它就长着一张答案脸 那其实avoid的就是避免 有一个否定 好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就找出了一个明显带着否定的词 对吧 unplug 一个是正着说否定avoid 一个是 就是 一个是反着直接就告诉你 我是否认否定的词 unplug 所以你一旦对立上这个关系了 你就很快能找到答案了 虽然它unplug之后的东西 它没有直接出现 但是它在前面已经提前出现了 所以在这里你根本就不需要去纠结 exposure exposure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放到这呢 对吧 你不需要去纠结它 你懂不懂这个词 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你只要搞清楚了这个他们之间的阅读的关系 好 那说到这个听力和阅读呢 我们在平常生活当中也是可以去积累的 当然了 你如果是非常有功利的目标 那你就不要卖无目的去乱看一些片子 你看每一剧呢 我觉得作用不大 因为毕竟我们的这个雅思的话 它是英式英文 对吧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些BBC的纪录片 像最近我有跟我儿子一起看 疫情之下大家真的是 就是看的东西时间会比较多 我就会去看一些 比如说The Hidden Kingdom 对吧 The Hunt The White China 那比如说这个 The Hidden Kingdom 这里我就觉得有好几个词 都只是可以用到我们雅思的口语当中 对吧 比如说他讲到那个 好像在讲那种北美的花历术 他讲的The Penny Drops 对吧 The Penny Drops 我不知道在座的同学 有多少听过这一个表达 这种东西在口语当中 你知道吗 一定是爆点 真的就是爆点 这就是考官想看到的东西 他不需要你去说一些 哇 就是那种词典里面的那些 就是很身皮很高大上的词 他需要你说的是很接地气 很地道的词 说白了 我们的口语考试 它是一个其他书 它不是你的诗词大会 对不对 好 那Penny Drops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顿雾了 恍然大雾了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 如果你能用到这个词 是非常好的 好 还有这个Cost Efficient 对吧 那这个词在我们的写作 我们的口语当中 都是可以去用的 对不对 那我为什么选择去 我为什么会选择 选择这样一个项目 我为什么去干这个事 可能它很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它是Cost Efficient 还有一个叫做Heroes come in all sizes 就是叫做用我们很地道的中文翻译 叫做英雄不问出处 对吧 那假设你刚好是考到一个关于人了 对吧 你可能一个题目 你可能挑的是一个普通的人 但是这个人在你的心目当中 他就是一个Hero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用这样一句话给引出来 所以我只是随便挑了几个 因为我觉得这些你在记的时候 也会觉得特别有意思 同时你会觉得考试的时候 马上就能用得到 你就能够会有成就感 所以我会觉得 如果我们想对听力 对这个阅读有帮助的话 我觉得去听听这个BBC的这些纪录片 还是挺有用的 那关于写作和口语的话 那我前面已经提到了 那口语的题就是这么东西 对吧 人物式的主要的这三个方面的一些题材变化 还有Part 1 就是关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一些聊天 对不对 OK 那你就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内心的一个范围所在 那你就可以去针对这样子的范围 可能会出现的题目去提前 在生活场景当中寻找重叠的项去积累 对吧 或者是提前去想一些思路 OK 比如说 我有Says到最近的这种 最近的这个口语热门题当中 就会出现一些新的题了 对不对 他可能会考到Fish了 对吧 可能会考到Insect了 可能会考到Perfume了 可能会考到你读到的某一篇HealthArticle了 对吧 那你如果说你有针对性的提前准备 同时你又明白什么是报点 什么是考官需要的 你的问题在哪 我不觉得你的这个练习不会给你带来高分 当然了 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 这个口语和写作的积累 就像我前面已经展示过的 他也是无处不在的 对吧 那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 你看的内容你也有筛选 如果你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准 就是一个确切的雅思的这个高分的要求的话 那你也不能就是说 我还在去看一些小说 因为小说你看直接用到你雅思当中的话 他不是用不到 但是呢这个是耗的时间太长 我建议大家会去看一些 就是说一些新闻类的写作 因为他的题材会比较短一点 而且也比较女士 具体有时尚性 对吧 比如你可以去看看CBC 那你CBC的时候呢 你也不要看太多的政治类的 或者是经济类的 只要你不是考A类 A类要看经济类的 因为我们的图表作文科会扯得到 那你可能就看一些生活类的 对吧 你可以看旅游 看书籍 看电影 看美食 好 举个例子 我在这里就看到了一个什么 看到了一篇文章 讲的是 这是前几个月摘的一篇文章 春天来了 那我们在家 在家是出不去的 但是我们也不阻碍 我们想去看一些花的 这个这个欲望 对不对 那我们他就给你来了 一篇这样子的文章 那如果你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 你就看到一个句子 It brings us majestic things from the natural world and eclipses of springtime beauty captured by Canadians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你如果没有这个意思 你看了就看了 对吧 可是如果你有这个意思 你会觉得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点 你可能曾经也背过这个单词 可是你就想不到用 OK 但是你如果看这个句子 你就知道 这个句子 我可以直接就拿到 我的亚斯科语当中 我或者也可以改造一下 换一换就用到 我的亚斯科语当中 说白了这里就 说白了这里就有三个爆炼词 对吧 一个是这个glimpse glimpse OK 是一个很好的词 一个是这个capture 不要觉得去capture这个词 很简单 很多人都想不到用 对吧 还有这个majestic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你抓住了它的要点 同时你去联想 因为你熟悉了亚斯的体力 你就知道 它一定可以用到哪了 对吧 比如说我们会讲park 会讲place to relax 我们就可以用到这个词 我们会讲一个top building 我们也可以用到这个词 对吧 时间有限 我就不多说了 我就只举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怎么把它改造 你直接用 可以用到公园 那比如说你在讲一个top building 我为什么要选择讲这个top building 可能就是因为一个原因 就是它的 站在这个上面的这个景色 特别好 对不对 所以你可能就会用这样一个句子 view from the top you can get a majestic glimpse of the downtown beauty 对吧 那我就把这个句子稍微的改造了一下 那这个时候你又多了一种表达 而这个表达通过你的改造 通过你的亚斯考试 它就真正变成你自己的了 而且你是会想到去用的了 对吧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书出来的比较难 为什么会觉得 我考试考的比较高了分 可是我的这个实际运语能力还是运用的不够好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去真正意义上去看到这一点 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去用 对吧 我怎么用了考试 我怎么用到日常生活当中 好 到这里如果你读书的话 他读书评的话 他给你介绍了这样一本书 这里的话 也是也是很简单的一个句子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来用 对吧 比如他告诉你这本书 这本书主要是干什么呢 这本书是Explores the Tragedy and Humor of the Daily Lives of Immigrants 对吧 好 那你也可以 你也可以借鉴他 如果你是在讲一个Program 你是讲一个Movie 你是讲一个Book 对吧 那你也可以借鉴他 他讲他这里的范围很窄 他说的是移民的生活 那你可以说 这本书是Explores the Tragedy and Humor of the Daily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你不就改造一点点词吗 对吧 好 所以呢 我觉得这些例子呢 是真的是随处可见的 关键就是说 你要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有心人 那你就通过看 就是跟别人的聊天 你通过看一些这样子的 就是你通过看一个新闻 你甚至娱乐性的看一个纪录片 你就都能够得到这个亚思考试的一个提分的地方 而且又通过这个考试 你又都能够想到在平常生活当中去用 因为你不经过这一轮的备考 你看过就看过了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 亚思考试这个东西 你可以功力的去看它 我们快速拿分 拿到了分 我们实现移民 我们实现上大学的目的 但是其实你不要忘了 它本身也是有一个非常实用性的东西 你可以曾经割裂 但是你最后还是要把它拿回来 就是说这样子就真的是能够做到真正意义上的 就是两个目的都实现了十段功倍 对吧 所以我觉得我就先跟大家分享这么多 最后就是送给大家 我跟我两个儿子两只神兽的一个笑脸 最后就是以我的那篇一个有故事的人 当时那一段文字来结尾 就是行到水穷处做看引起石 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诗人王维的一句诗 但是呢我就想告诉大家 虽然我们是第一次在网上接触 我对你们的背景 你们现在处的阶段 我都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很负责告诉大家 不管你现在是处于一个什么样子 一个英文对你的挑战的一个阶段 你一定要有信心 找对方法 然后呢做一定的习题 找对指导 OK 那你一定一定能够实现你的目标 不管是具体的雅思的高分的目标 还是说你日常生活当中 想要去提升英语的一个目标 当然了 如果说你还想要职场上的那个英文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就是我们维多利亚的这个平台上面 也有专门专项的职场英文 我在这里是作为一个语言能力测试 以及语言能力基础提升方面 跟大家今天做的这些分享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我自己 呃 诶 诶 该问啊 对 这个我为什么打不开我的微标啊 没关系了 亲爱的小伙伴们 那个让我们给我们的JD老师举一下手啊 表示一下 您现在可以打开了 真的是讲得很棒 是吧 大家啊 这个 哇 你看 三五节的晚上 这一天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度过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伙的日签 就是送一个粽子给大家 这个这么自律的小伙伴们 今天我知道很多人在过节 然后呢 带着大伙呢 来认真的学习 我觉得 没有什么样的节日 比我们自己的心灵不断的成长 然后对自己的自我的追求 我们的认知不断的扩张 是更加值得庆祝的节日了 所以呢 今天晚上我相信 我们又度过了一个 非常美好的一个晚上 发现了一个规律 就是贡学营里的小伙伴们呢 他们特别特别喜欢听干货 这个 因为我们整整 就是今天晚上 第85天的贡学营 我们有85为不同的嘉宾 然后呢 我发现这个维多利亚贡学营的小伙伴 和校长一样 校长我就喜欢听那种 直截了当的 要么你让我找到一份工作 要么你让我的英语提高 要么你让我的考分提高 要么你让我考出这个书 要么呢 你让我赚到钱 所以我后来就笑了 我说真的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来贡学营的都是特别喜欢 校长这种风格的 因为我觉得呢 这一生当中啊 你会发现 每个人呢 真的我们的智力 没有多大的差距 然后呢 我们的起点可能会略有差距 但是真正决定 我们的将来的 这种我们飞的 这个高度 实际上是取决于 我们的心在哪里 我们如果对自己 有一颗追求 不断上进的心 我们就可以做得非常的棒 所以希望大家呢 今天晚上通过 这一段老师的课 不单纯的说 哎 我的雅思考高分 另外呢 我们英语还可以提高 那接下来小伙伴们 我们怎么样和这一段老师 进行更多的互动 然后老师可以给大伙回答 20分钟的问题 那我们呢 这个大伙呢 这个拿起手机来 如果是多伦多 和温哥华的小朋友们 就来扫一下 这个我们的亮亮小助手的 这个啊 然后呢 回复雅思两个字 他会把大家呢 这个拉到雅思群去 然后如果是莫特利尔的小助手 请加一下我们的IQO 然后呢 这个朋友们加一下IQO 然后回复雅思 就会进入到雅思群 当然呢 如果您在我们的一群 贡献营的一群 二群 三群 四群 五群 六群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的七群已经诞生了 然后呢 在任何一个群当中的话 您就回到我们的贡献营的群里来 我们的Gavin会给大家呢 把雅思的群的二维码 然后呢 放到我们的群里来 这样大家呢 扫一下码 就可以进到我们的雅思营 在雅思营里呢 我们准备好我们的鲜花和掌声 因为呢 无论多么多么 知识渊博的女性 然后呢 像我们Gavin老师这样 都是喜欢鲜花的 所以我们不要类似我们的鲜花 不要类似我们的掌声 在里边对老师表达一下 真挚的感谢 然后另外一点呢 也请亲爱的小伙伴们 这个可以在里边呢 跟老师问一下 有关英语学习 或者雅思考试的问题 我们的Gavin老师 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信的 为大家进行解答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 让我们呢 拿起手机来 扫一下我们的亮亮小助手 恢复雅思 我们会进到雅思营 然后呢 或者是IQ小助手 会进到我们的雅思营 然后大家或者回到 我们的贡学营 1234567 七个群里边 然后呢 我们可以这个扫二维码进到 然后可以和我们的 Gavin老师互动 所以感谢大家 天哪 今天晚上啊 真的是要道一声晚安 也要道一声呢 这个端午节安康 然后呢 这个大家呢 再一次热烈的举手 跟我们的Gavin老师 要表示一下 感谢 表示道一声晚安 我们在群里 和老师再次见面 然后呢 用闲话和掌声 等待老师的到来 我们的节场音乐 即将响起 亲爱的小伙伴们 感谢我们又再一次 度过了一个温馨的 而这个 而充满 这个学识的一个 疫情之下的晚上 我相信过了很多年之后 我们都会想起 我们共同陪伴的日子 威多利亚教育机团的 共学营 共学共进 拥抱未来 亲爱的小伙伴们 好的 那在我们节场音乐当中 要跟大家道一声晚安 亲爱的小伙伴们 拿起手机来 扫一下 然后呢 我们进到 我们的雅思营 杰德老师辛苦了 谢谢 那在雅思群里呢 然后呢 我们会有小伙伴们 问您问题 然后辛苦您 继续回答一下问题 大约有这个 二十分钟左右 另外呢 告诉大家一个 特别的好消息 下个星期二的晚上 七点到八点半 杰德老师有雅思的 第一堂课 会给大家呢 来进行第一堂课的讲解 他会讲一个半小时 完全是讲课程 所以想提高高分的 小伙伴们 可以来感受一下 杰德老师第一堂课的魅力 我知道今天晚上呢 很多人 因为是端午节 所以没有参加我们的讲座 我们会有回播 明天呢 上午十一点 在我们的 共学营取里会放 另外一点 更重要的是呢 这个我们会在 这个下周二的晚上 七点到八点半 可以呢 呼唤你的小伙伴们 一起来听一下 杰德老师的第一堂课 感受一下 名师就是名师 名师就是能够 让你充满信心的 提高一分 提高两分 八三个七七七 好吧 八三个七七七 咱的目标很简单啊 亲爱的小伙伴们 所以群里见 然后呢 下周二晚上 七点钟 在我们的 共学营直播间里边 我们再一次 不见不散 听一下老师的第一堂课 好吗 好的 那那个 那那个 请甘稳 给我们这个 放我们的街上音乐 然后呢 那我们就要进到我们的 这个 叫养思群里 来给大家的一些问题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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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